那麼業力跟妄想這兩個東西啊,其實是有關係的 因為業力刺激了妄想,妄想又增長業力 那麼處理業力跟妄想啊,佛教徒跟外道的方法是不一樣 外道啊,是處理業力 說是你反正萬般皆是業,半點不由人 我們一生所受的痛苦是固定的 那以其這樣子,我倒不如多修苦恨,早一點把這個業給消了 所以他修很多苦恨,反正業是固定的 你早壽,晚壽不如早壽 當然佛陀出世以後不同意這個看法 你哪有說一切法是自信的呢 佛法的意思就是說,處理業力已經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你無量劫來修了業力 諸位,你這個灰塵已經沾了無量劫 你想用幾十年時間把它消滅,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直接消除業力,這個是不對的方法 這叫無益苦恨 佛陀的智慧說,當然業力你不能再造作了 至少你要斷相續 但是重點在於改變你的思想 就是說佛陀認為說,放棄主宰 這個是消除業力第一個好方法 從今以後,你對於所有的因緣業力所變現的人事地物 我不再主宰了 我今生就是隨言消就業,就這樣過了就算了 恭喜你,你的業力開始沉澱了 所以佛陀在處理業力,那比外道高明多了 就是你不能直接跟業力碰撞 你不是他的對手 所以你看很多人把業力 開始就是面對業力,結果越修,業障越嚴重 阿賴也是,不是你可以碰的 你怎麼弄得過阿賴也是呢? 無量節來欣喜所成 改變第六意識 改變你心中的主宰 俗行無常是生命法,生命滅以己滅為樂 人生是無常變化的 更重要的是,你不能主宰 既然你不要主宰 你就不要強求 就是你認為你可以主宰 其實是不能主宰 要弄到你自己業力越來越重 所以佛法第一個破綁就是 無常無苦,苦即無我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知道人生的真相是不能主宰 當業力在釋放的時候 你只能夠任命 放下,只能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已經是成熟的 人生要改變命 佛教的改變命 可沒有叫你改變今生 它的重點在改變來一生 因為你今生出現的時候 表示你這一情的業力已經成熟了 就好像說你一個女重 你不可能把它修行變成男重 不可能 當你出生的時候 你今生的業力大方向已經成熟 大方向 只能微調 那既然這樣子 那你就必須要放棄 放棄主宰 修無我關 第二個呢 就是修 法空關 就是延起信空 這個空關 這個因緣空跟無常空不一樣 無常空只是把我拿掉 那麼這種空是比較 當然比較快 但是它產生的問題 它因為有法律 所以它兇量打不開 所以佛陀講我空以後講法空 因緣所生法 我若去是空 我不管哪邊主宰 反正這一切法都是向因緣借來的 那麼說因緣信空的時候 就說明了人生無所得 諸位這個觀念很重要 所以你不要以為空關跟 法華經沒有關係 它雖然是空關的升級版 但是它跟空關有關係 也就是說 延起信空 它認為因緣合合 希望有生 因緣別離 希望明滅 生命的開始 是向因緣借來的 生命的結束 是把因緣回給 再回給因緣 所以我們來這一生 我們是在因緣裡面 得不到任何東西 也就是說 你如果不修理觀 一個人 即便能夠做善事 即便能夠斷惡修善 歸易三保 只要不能夠修理觀 只要欣欣的功德沒有增上 那你從這句因緣生 因緣滅 你一生是空過了 完全空過了 就是你把因緣借來 再把因緣還回去 就這樣子 所以你人生沒有得到任何東西 那麼無常空也好 因緣空也好 總而言之 就是在消除生死業力 消滅顛倒妄想 就這兩個就是輪迴的後遺症 那麼這兩個消完以後 當然有些人認為 我倒是一半的 其實不對 各位 這個時候你得到一種功德叫做 涅槃極淨樂 諸位 我們靜下心來想一想 學佛只是追求一個念凡極淨樂 有那麼簡單嗎 那麼佛陀的功德莊嚴是怎麼回事呢 所以當然一定有另外一塊的經典 講到開賢功德 那麼就是法華經 就是 人不能夠把過去的妄想業力消滅而已 你要把你自信的功德開賢出來 就算了